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提弹的时候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细分为贴弦弹奏和离弦弹奏 什么叫贴弦弹奏呢 就是我们在弹的时候先把手放到琴弦上 然后再弹 这样的方式我们叫它贴弦弹奏 那离弦弹奏是怎样呢 离弦弹奏是我们落手直接弹 减去了放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那么在练习的过程中 优先建议大家使用离弦的弹奏 如果在一开始我们找不到这种弹奏的感觉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先用贴弦的弹奏进行辅助 逐渐来达到离弦的弹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抹的技法具体怎样弹 刚才我们说过 在弹奏的时候 我们的手是要成一个半我拳状态 那抹的弹奏呢 就是用我们的食指来进行弹奏 它的指法标记是这样的 那在弹奏的过程中 我们看一下 把食指打开 那打开的时候呢 要注意 尽可能的不要把手打成一个直的状态 它要保持着手半我拳的状态打开 那打开的时候呢 手是一个松弛放松的状态 之后我们再来弹 弹的这一下呢 要使用爆发力 也就是手的瞬间的一个爆发力 弹完以后 手回到手心里的半握拳状态 手一离开心间以后进行放松 那么在弹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抹来弹奏 其他的手指头也继续成一个半握拳的状态 既不可用力 也不可外张出来 那就保持我们这样的一个半握拳握住就可以 弹奏的时候有几点需要大家注意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触弦 触弦呢 要以指甲面平面来触弦 不要让这个指甲与琴弦之间产生夹角 那不能像这样产生一个夹角 这样的话呢 触弦的声音是不干净的 是在用侧风触弦 第二个呢 就是在使用爆发力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触弦过深 就是用指甲的指甲尖来弹奏就可以 那么在弹奏爆发力的这一下的时候 那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力量不可使用的过大 就使用手的我们本身的手指头的力量就可以 在一开始呢 我们可能对于爆发力没有太大的一个概念 那么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动作 我们把手勾起来 那都现在开始手指尖来使劲 之后你会感受到我的力量就已经在手指尖了 之后我现在弹出这个力量就是一个爆发的力量 那我们可以去找一找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弹奏的点呢 我们要距离前跃山 两到三厘米为一 那么随着音高逐渐向低音去走 那我们的这个弹奏的位置点 也要逐渐向琴的中间去移动 基本上与我们的针码是成一个平行的一条平行线 那我们学会了这个抹的弹奏以后 我们可以从最高一根琴弦到最低一根琴弦 我们试一下 我们再到最低一根琴弹 我们也要找到最低一根琴弹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曲弹奏以后 我们的东西走出现的时候 我们还能降低音 我们操心一下 我们也能复感觉到我们 我们不anda准备 那我们就可以 book aird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最高音到最低音的弹奏以后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谱子上的一个练习曲 抹的练习 这首练习曲在弹奏的过程中 我们只使用一个指法 也就是抹 首先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谱子 我们看到 在这个谱子上呀 在整个音的前面 后有一个刀等于D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调号 表示的意思是 这个曲子使用D调来弹奏 那如果要是刀等于C呢 就是使用C调 如果是刀等于A 则就是A调 以此类推 那在我们古筝刚刚入门的时候 以及在前面三四级的绝大部分曲目中 我们都是使用D调 来进行学习和练习的 那在调号的旁边 还会有一个四分之四 这样的一个标记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代表的是π号 那这个π号 我们看一下 斜杠下面的 也就是在分母位置的 代表的是四分音符 那斜杠上面的 也就是我们的分子位置的 代表的是每一小节有几π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四四π 用阅理的概念来解释的话 应该是这样来表述 以四分音符为音π 每小节有四π 那我们继续再来观察一下 这个谱子 会发现在这个谱子 每一行里面有四条竖线 那么这个竖线呢 我们叫它小节线 在每一小节里面 都会有四分音符的四π 那到这个乐曲的最后 我们会看到 小节线由单条线变为了双线 那么这个就是乐曲的中止线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中止线出现的时候 就代表了乐曲的结束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某的练习里面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小节 好 学完了小节以后 我们来一起认一认谱子 在谱子的继谱中呢 通常会有三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音高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 这个Do Right Mi的这些音 第二个元素 我们叫它节奏 那第三个元素呢 我们叫直法 在古证的读谱过程中 这三者 大家是需要进行 有机的统一和结合的 也就是在看谱的时候 我们同时反应的 应该会有音高 节奏 直法 这三个元素 那我们力气来看一下 在某的练习里面 涉及到的一些节奏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谱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小节 从谱面上来看 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谱子上呢 第一个音是Do的音 第二拍呢 会有一个横线 第三拍又有一个Do的音 第四拍又有一个横线 在我们通常进行乐理学习 和古证节奏学习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怎样打拍子 打拍子的方式有很多种 可以使用图示的打法 也可以使用我们拍手的打法 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使用拍手的打法 原因是 因为我们在拍手的时候 会有一个机长的一个响声 这样比较能有利于 我们找到这个节拍的这个节奏点 那四分音符怎么打呢 四分音符 我们拍手 再把手打开 这样一个一去一回的过程 我们就叫它为四分音符 那好 我们接着再来看第二拍 在第二拍的时候呢 它这里面有一个横线 有点像简号的这样的一个横线 这个代表了 是延长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简谱中 发现了这个横线 就代表了 要将它前面的这个音 来延长一拍 那具体到这个谱线上 那具体到这个谱线上 我们怎么来唱呢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 我们的声音唱的是一个 的延长 一共唱了两拍 但手在打的时候 我们是拍了两次 那好 我们再继续往后看 到第十小节 第十小节 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音形 从前面 每一个音弹奏两拍 改成了每一个音 弹奏一拍 那在这个的唱谱过程中呢 我们要注意 音的一个及时的转变 以第十小节为例 在我们刚刚接触到 乐曲的弹奏的时候 建议大家 拿过一首谱子来 首先要对着谱子 进行唱谱 把节奏都唱对以后 我们再到琴弦上 去进行找弦的弹奏 好 我们刚才把谱子 都从头到尾的唱了一遍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练习怎么弹 在弹这个练习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速度不可过快 要以一个比较慢速的过程 逐一去体会手指的 每一个环节的运动 那么在处理延长音 也就是不需要我们弹奏的 那一音的时候 请大家把手抬起来 比如 一音的时候 一音的时候 是一个练习的 一音的时候 他就给我扶门了一遍 三音的时候 这音的时候 最后一音的时候 ắc叔叔 所以我刚才把这音的时候 大家有的音的时候 回音的时候 上 Deutscheung 在我们初学的时候 手的规范比弹奏的速度更加重要 所以大家在练习这个抹的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速度切不可过快 我们继续往后看 到第十小节 第十小节由于它的音形比之前面九个小节要加密的一倍 同时它还采用了一种格弦弹奏的练习 那么在这个的弹奏过程中我们要注意 弹完了第一根琴弦 刀结束之后 要靠胳膊先往回撤 带到要弹的密的位置上 再去把手打开弹奏 同样弹完了密以后 我们再把手稍微往前推一下 送到Rial弹奏的位置上 然后我们再跳过来手往后撤到SAL的位置上 那么在弹奏这个练习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手不可 每下弹完了以后 像这样跳起 手要尽可能的保持弹奏时的平稳 并且一定要使用手指尖的爆发力来弹奏 不可以带动胳膊这样往回拽的力量 以及这样手往上提的力量 这都是不可以的 那么下面我以很慢的速度 把某的练习给大家弹奏一遍 我以为你能复杂的练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在这个乐曲的弹奏中 大家一定只能使用某的技法来进行弹奏 那么在弹奏之前 我们依旧还是要先把谱子给唱好 把节奏给找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谱子 在《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小的练习曲中 我们会发现 它的拍子由上一个的四四拍变成了四二拍 也就是每一小节一共有两拍 同时呢 它这里面出现了一个 我们在上面一首练习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节奏型 也就是八分音符的弹奏 那么八分音符怎么打呢 刚才我们介绍过 四分音符是一去一回 我们叫它四分音符为一拍 那么八分音符所占的十指呢 是半拍 也就是我们去是半拍 回来是半拍 那么打起来呢 就是大 那连起来 一个四分音符加两个八分音符 我们合起来打一下 就是大 大 那套用到这个曲子里面 我们看一下第一小节 就是这样的一种节奏型 那么在打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手的节奏的这个速度 是要始终保持着匀速的 并且最初我们在唱谱的时候 要保持速度尽可能的慢 保持乐曲演唱的一种连贯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乐曲的演奏 在演奏的时候呢 这里面因为出现了八分音符 所以手相对来说 比上一首抹的练习速度要稍微快一些 那么我们在读这个谱子的时候 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 就是我们尽可能的 在读谱的过程中 以最慢的速度来读谱 然后保持这个乐谱不断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看第一小节的时候 是拉拉扫 第二小节是 米扫 那我们在读这个谱子的时候 再弹第一小节 在他弹的同时 眼睛就要往后看到第二小节 同样在弹第二小节的时候 眼要看到第三小节 那么在试奏的过程中 我们速度可以更慢 比如 因为只有 慢速的演奏 我们才有可能在初学的时候 同时顾及到音 节奏 执法 以及我们弹奏时候 手形的规范 触弦的规范 那好 我给大家用我的技法 来弹奏一遍 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给大家用我的技术 做得好 我给大家用我的技术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回去以后呢 请大家在每一根琴弦上 都练习一下抹的弹奏 同时将抹的练习 和《世上只有妈妈好》 这两首小小的乐曲 进行熟练的弹奏 虽然在这节课里面 我们没有涉及到左手的弹奏 但是建议大家 在练习的时候 依旧把左手的支架佩戴上 这样有助于帮助我们 体验一下左手佩戴支架的一种感觉 更好地达到左手佩戴支架手的一种适应的能力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